心脏的三个重要穴位 你一定要记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心脏呢 有三个重要的穴位 有人说呀 这三个穴位呢 是急救的穴位 我不同意 当发生心脚痛 急救的时候 说120没叫来 你就处理这三个穴 我建议 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 对急性发作的心脏病患者来说 无异于做过激的动作 以免造成病情的加重 那这三个穴位呢 是你在平时保健的时候 最重要的三个穴位 一定要多把它们畅通 赶紧学起来 第一个呢 就是急拳穴 这个位置很好找 我们反复说过 上臂外展 找到液窝中部 这个位置上去扣积 这就是急拳穴 这个位置上汇集了心脏相连的 许多神经啊血管啊 所以对心脏的问题 是一个重要的解决点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痰中穴在两乳之间 这个位置经常点按 解决这一点的疼痛问题 可以改善像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心痛 悬晕 这些情况 也可以把手钻成拳呀 拇指关节处进行垂击 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穴位给激活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这个穴呢 是在腕横纹上 两寸的位置上 按揉内观穴呢 可以振奋心阳 尽早的恢复心脏的功能 这三个经常按揉的穴 你学会了吗 揉搓手指 五足五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医认为呢 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 对应着是我们的五脏 大家伸出手指去看一看啊 拇指呢 是脾 食指呢 是肝 中指呢 是心 四指呢 是肺 小手指 是肾 分别对着这个五脂啊 有两种办法 可以去补一五脏 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对着这个五脂 你去搓揉 畅通经脉了以后 对五脏就有好处 第二个办法呢 我曾教给大家 手掌按在桌子上 把胳膊伸直 然后去掰动这个手指 这样的方法呢 更有力的去畅通 你可以试一试啊 如果经脉不通的话 手指还是挺痛的 多练习练习就可以改善我们五脏的功能 碎毁心脏的三件事 很多人每天还都在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碎毁心脏的这三件事啊 很多人每天都在做 看看你是不是也在做 第一就是 无运动 很多人体检的时候 心电图会有斗性心度过速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心慌 心率过快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运动量太少了 一般的说呀 当我在耗脉的时候 一个人的心率如果过于慢的情况 有两种 一个就是生理性的 我们都知道运动员的心跳就偏慢的 这是正常的 说明他的心脏功能好 当然了 还有一种心率过慢 也是病态 那是心脏有问题了 所以当心跳过快的时候 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这样就会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 这第二个毁心脏的事就是熬夜 熬夜是非常消耗我们身体里干血 消耗身体里边动力 会容易出现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对自身各种变异力的功能都会损害 如果本身又有关心病的话 长时间的熬夜 心梗的情况就会大大增加 第三个损害心脏的就是过激过饱 我们都知道暴饮暴食呢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对于关心病的患者来说 更应该避免过于饥饿 或者吃撑着了这两种情况 这样会诱发心脚痛心梗的问题 如果已经出现关心病 心理失常的朋友 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医生 进行规范的治疗 避免出现心梗或者是心衰的发生 查出颈动脉的斑块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来告诉你治疗的思路 是该吃药呢 还是该控制饮食呢 多数的斑块的患者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思路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如果你体检发现了颈动脉有斑块 正确的做法到底该是什么 首先只要发现了斑块 就应该积极的应对 斑块不管是多大多小 说回去观察去吧 千万别观察等待着它长大 一定先把你的生活调整到健康的水平 比如说戒烟限酒 饮食呢要低脂低盐低糖 接着呢就要看你的斑块是什么性质了 不同的斑块危险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软斑块属于比较危险的斑块 因为它破裂的可能性呢相对就比较大 破裂以后形成的血栓就容易堵塞在脑部心脏 甚至是肢体的血管 这样就会引起了脑梗心梗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威胁到生命安全 那硬斑块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它破裂的几率是相对较小的 但也不能说放任不管 打个比方说软的那个斑块就像面包那么软 而硬的呢像豆子一样 那你觉得哪个更容易化掉呢 无论软的和硬的都是可控可治的 对于斑块的缩小和逆转呢 也是有着很多成功案例的 出现斑块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让医生来帮你定治疗的方案 每天按揉三分钟 心脏多用十多年 这样的好事你不坚持做吗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想要心脏健康不罢工 平常可以多按这下面三个穴位 不吃药不打针 只要没事的时候 就用手按一按揉一揉 能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防止心血管的危险发生 这个视频呢很关键 错过了损失就大了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以后找不到了 这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极全穴 在叶窝的最深处 在这里呢是叶动脉的搏动处 是心经的源头 心经呢从极全穴开始 逐渐的向下贯通整个经脉 经常会有胸痛啊 喘气都费劲啊 心慌这些症状 可以多按一按这个穴位 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内观穴 是在我们的腕横纹上两寸的地方 在两个经之间这个位置 是守绝因心包经的常用的疏穴 经常按揉这个穴可以预防心脏出现问题 缓解疲劳安定神志的功效 第三个穴呢就是痰中穴 是人体重要的穴位之一 在前正中线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它有行气化淤 欢心顺气疏通筋脉这些作用 平时如果感到肺气不足了 会有心慌气短 就多按一按这个穴位 气就足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多揉一揉 帮助我们养护心脏 但是如果你的心脏检查 已经出现了问题 那就不仅仅是要养的问题了 还需要及时的就医 辩证开发 搭配上汤药一起用 效果才能更好 气血足不足 就看这一点 三招激活全身的气血 今天呢教大家一个轻松判断 气血多少的方法 后面也会给大家讲 几个补气血的方法 气血足不足啊 我们最直接观察的 就是脸色 分为三种情况 气虚脸色是发灰的 往往还会伴随着疲倦 乏力 食欲不振 舌大 太白 脸色的灰还透着白 这种灰白的颜色 就是属于气虚 再有呢就是血虚 往往面色是惨白 或者是尾黄 而且呢还会出现疲倦 怕冷 头晕 还会有心慌 心跳过快 还有可能是过缓 最后说一下 气血两虚 其实呢气虚和血虚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只要你气虚了 或者是血虚了 时间一长 不去调理的话 最后都会导致气血两虚 气血两虚呢 脸色除了上面说的这些 不正常以外 更重要的是 吹了 比如说长着纹 皮肤松弛 眼带大 毛孔 粗大 头发的干枯 还有脱发 女人的更年期呢 更容易提前这些现象 想要激活全身的气血 可以尝试着下面三个方法 第一就是直接用一些补气血的方药 快速的把气血补回来 第二呢就是要调理脾胃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不管是吃药 还是吃好的饮食去补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脾胃去吸收的话 也没大 所以像饮食调整 多吃一些南瓜呀 山药啊 莲子 红枣 枸杞 龙眼 花生 这些健脾异味的食材 当然了 健脾胃也可以配上具体的方药 把脾胃的功能启动起来 第三呢就是从养护肝血去补气血 因为肝为血库啊 血是藏在肝里边的 那么肝血补足了 让身体的血也能够更好的恢复 补气血呢 一定要记着 不能够一边补一边漏 既要守得住 又要藏得住 这就得好好的对待肝 怎么去藏好血呢 很多人熬夜 初不知啊 这熬夜的时候 就把藏血的这个肝呢 给损伤了 你就藏不住血了 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肝才能得到很好的修复 肝血才能够充足 烟酒不沾却得了脑梗 原因终于找到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说到脑梗的原因啊 大部分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吸烟喝酒 可事实上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我的患者就诊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你之前喝酒吗 抽烟吗 比如说这位患者老程 他从不吸烟不喝酒 也没有三高 脑梗怎么会找上门来的呢 老程的妻子啊揭开了这个谜底 他们夫妻来自于农村 在北京立足很不容易 就为了多挣一些钱呢 老程就打着两份工 加班加点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每天都忙到第二天凌晨 睡眠时间很短 平时呢还爱着急 之前也出现过一过性眼前黑蒙的现象 就是眼前突然的发黑了 但是老程呢没有在意 就在一个凌晨 老程突然发生了脑梗 从这一个实例里边 结合我40多年的临床经验 长期睡眠不足 作息不当 情绪突然激动 都是引发脑梗的危险因素 大家千万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睡前催眠五不取 好处多有多 经常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来 白天呢又胡思乱想 心烦意乱 全身乏力没有精神 听好啊 不管你是白天多忙 都一定要在睡前呢 花上这么几分钟 做一做睡前的五不取 这第一步就是搓鼻子 双手呢 食指在鼻翼的两侧 上下来回的搓酒下 搓热双手 趁着手热的时候 捂上双眼 两只手呢 轻轻的放在眼睛上 你眼睛用了一天了 所有的疲劳 在这九秒钟里边 让它去舒缓 放松你的眼睛 这第三步啊 是搓耳朵 搓耳朵方法呢 用剪刀手 放在耳朵的两侧 从下面腕上 这么搓 来回搓酒下 第四呢 是搓额头 我们额头这地方呢 又称为印堂 这也是我们一天的思绪 烦恼的这个地方 容易形成穿字纹 那我们用三个手指头啊 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拇指去掉 这三个手指头 用力并拢起来 从鼻根向上搓 搓到额头上面 搓酒下 第五步呢 就是横扫神庭穴 神庭穴呢 在我们正中间鼻梁向上 到发际这个位置 一横指啊 这个地方呢 是神庭穴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手指也好 或者是用梳子 在你睡觉前 横扫神庭穴 这样横着去搓 用点力气 就像扫除这些庭院的叶子一样 那你会觉得整个头脑呢 像波云见日 清爽明朗 这个动作呢 还可以帮助你进入深睡眠 而噩梦不扰 使心安魂定 第二天早晨 都会觉得神清气爽 横扫神庭穴 扫去烦恼和忧愁 轻松睡眠 心安神定 一觉睡到大天亮 以上五个步骤 从今天晚上睡眠的时候 你就反复的听一听 该怎么做 按照这样五步骤 去轻松入眠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好睡眠相伴